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姓平辦公室成立 市府也稍微有好消息 特別是這個 一些好十月份一些加碼 對付加碼 對因為市場上任 一直都很關心那個年輕的家庭 那特別就是他們在育兒的部分 都希望一直能夠減輕他們負擔 所以除了要增加 風脫這個設施之外 那還有一些育兒資源中心 這些的設施 那另外在經濟上的一些補助 目前中央的0到6歲 國家一起養 從今年8月開始 拖曳補助就已經有8500 那但是準工的部分 家長的負擔還是重 所以高雄在10月份開始 就會只要孩子有送托到 那個準工的私托 托印中心 那每個月就會再加碼補助 2000塊的這個托印補助 那如果是送到準工的保母那邊 那每個月就會加碼補助 1200元 那也就是說 除了中央的8500元之外 那再加上地方的2000 那就會有10500的這樣的補助 或者是9700的這個補助 那就是要來讓育兒的這個家庭 他們在育兒的這個補助的這個負擔 補助可以增加 然後他們的負擔就可以減輕 那那個未來性格當中 主要有做 好像很多單位界標 還是負責他們主要的一個內容 對 因為性別平等一直都是市府很重要的 市政的一個原則跟方針 那有從每個局處都有 性平的那個執行的小組 然後另外還有包含各區公所 也有那個副參的這個小組 那都是在基層的落實這個性平的這個工作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還有補承級的這樣的一個專門辦公室 為一個指揮的中心 對在性平的業務上的執行 然後結合跨局處的還有一些政策的落實可以更落實 所以這一次就是這個補承級 執行長會由陳副秘書長這邊來做執行長 然後另外還有社會局跟人事處還有研考會的人 也會派專人在這邊 然後就是跨局處的在性別主流化的六大工具 他怎麼樣落實在政策的部分 然後可以更落實 那由這個性平專案辦公室來做一個統整 產檢這個部分因為從市長上任 他就覺得說應該要讓孕婦他們寶貝自己的孩子 那可以盡量產檢的時候都坐計程車 那所以我們原來從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經濟弱勢的部分開始補助 然後後來就開放到包含生氣障礙者 然後原住民新住民 那還有一些弱勢的家庭 射風評估如果認為需要的話也會給補助 那接著就是今年10月開始我們就會擴大所有的孕婦 只要他確立懷孕了而且他涉及在高雄市 那他就會有這個孕婦產檢的計程車的補助 那就是補助5,040元 那就是希望說大家一起來寶貝我們的孩子 那也為孕婦來生育我們下一代而加油 然後希望這樣的一個所有的孕婦都需要被照顧 所以我們這一次的那個擴大補助的對象就不分年齡 不分族群然後也不分身份 只要是孕婦的身份涉及在高雄市 那我們就會有交通的這個補助 謝謝 謝謝